这只熊太猛了 咬死了好多人 小男孩爬到了树上 本以为自己很安全 但没想到熊也会爬树 男孩只能爬得更高 熊要咬男孩 但被男孩踢了几脚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熊闻到了一股味道 原来是这只熊吃了毒粉 现在变得非常的有攻击性 对面这棵树上的男人 身上有毒粉 所以熊马上就改变了目标 从这棵树上下来了 要去咬那个男人 熊的速度非常快 爬树就像是如履屏蔽 熊冲上去就是猛咬 男人的腿很快就被咬断了 很快下半身就被熊吃掉 已经是血流如注 男人弃绝身亡 女人带着孩子急忙逃跑 有一个摄影师正在树林里拍照 发现了这只熊很不对劲 怎么再撞大树 其实是这只熊吃毒粉吃的 有点过量了 是兴奋过度 摄影师和搭档觉得 这熊可能是疯的 还是快点跑吧 但熊发现了这两个人 马上就飞快地追了上来 两人疯狂地跑 但倒霉的是摄影师摔倒了 搭档觉得摄影师完了呀 但熊却向搭档扑了过来 猛地咬了十多口 搭档被咬死了 摄影师是金的目瞪口呆 看来管不了助理了 还是自己跑吧 摄影师马上去告诉了森林管理员 这个管理员是一个大姐 大姐拿着一把枪 但是熊却悄悄地来到了大姐的身后 一口就咬住了大姐的屁股 然后熊猛地一甩 就把大姐甩出了五迷远 大姐飞快地逃跑了 虽然自己是森林管理员 但还是保命要紧 但熊跟踪了大姐 一直到了大姐的办公室 进行了疯狂的屠杀 大姐也已经奄奄一息 医疗队来了 把大姐抬上了车 要拖去医院 但熊要咬死那个医生 另一个医生开着救护车飞驰 但熊因为吃了毒粉 所以跑得太快了 大姐用手枪射击狗熊 但是几枪都没能打中 医生想要把门关上 但是还是晚了一步 熊一个弹射起步 就像是一只飞熊一样的 跳进了救护车 进去就是猛咬 医生被咬断了脖子 而森林管理员 从车上掉了下来 然后熊就开始咬司机了 司机已开不准方向 直接就撞在了树上 司机从车上弹了出去 顿时没有了呼吸 熊为什么会吃到 这么多的毒粉呢 都是因为这些犯罪分子留下的 警察正在抓捕毒贩 展开了枪战 熊闻着味道来了 要吃毒贩身上的毒粉 毒贩带着毒粉逃跑 最后去到了一个山洞 熊爸爸还有两只小熊 都是吃毒粉太多了 这个毒贩为了守住毒粉 可狗熊进行了惨烈的搏斗 最后被熊咬破了肚皮 三只熊把毒贩的肠子也给吃了 真的是惨不忍睹 最后警察来运走了毒贩的尸体 这只熊成功地为名除害了 熊虽然以后没有毒粉吃了 但是仍然在森林里 过着开心快乐的生活